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化视野,我是李方 一百多年前,在广东省香山翠亨村的一棵大树下 当时有一位老人正在给一大群的孩子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 故事相当的精彩 刚讲完,就有一个孩子站了起来 大赞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他是反清的大英雄 我长大了以后,我发誓要做洪秀全第二 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孙中山 有无数的孩子听过太平天国的故事 但是只有少年的孙中山提出了做洪秀全第二的梦想 这就是从小立志的孙中山 并且他为之奋斗终生,最后实现了他的理想 经常听人们说,一个人的理想往往决定了他的高度 燕雀焰焰之洪湖之志 洪湖呢,指的就是要像大鹏那样展翅高飞于九天之高 尽收天下鱼眼中 燕雀呢,没有宏大的理想 对可以触及的鱼术就已经很满足了 古代的圣人王阳明作为一代大儒 他对立志与人生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说,一个人如果想要做出一番事业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立志 否则就会一事无成 即使你是做各种工匠技艺 也是要靠着坚定的意志才可以学成的 有高远志向的人 成就事业的人 他们都有几种可能 不过呢,立志是第一重要的 王阳明可以成为一个洞悉心灵奥秘 而响彻古今中外的心血大师 也正是在其志向的引领之下 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的 即使后来受到了各种磨难 他也没有放弃 其实不只是王阳明 自古每个有成就的人物 都是因为自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 告诉自己要去哪里 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奋斗 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军事家和外交家 他的名字叫班超 班超的故事家喻户晓 在汉明帝永平五年 也就是西元62年的时候 班超因为哥哥被聘为了孝书郎 他就跟着母亲一起来到了洛阳 因为他从小好学 写得一首好字 因此官府就聘用他来抄写文书 他也可以以此来谋生 为了将这份工作做好 班超天没亮就起床来抄书 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才睡 当时北方的匈奴经常来侵犯汉朝的边境 班超对此十分的愤慨 他又看到了西域各国与汉朝 已经断绝来往五十多年了 这件事情让他心中也感到很忧虑 有一天他正在抄写文书的时候 他想起自己远大的志向 这个时候他忍不住站起来了 将笔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他说大丈夫即使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也应该学习成功的人士 为国家做出些贡献 我怎么可以每天在这里抄写大量的文书 浪费大量的时间 浪费生命呢 周围的人听到班超这番话都嘲笑他 享入非非 班超就回应这些人说 凡夫俗子怎么可以理解智世人人的胸怀呢 于是他决定放弃官府超书的工作 他决定投笔从容去做一番事业 后来班超经过努力 终于成为了一名将领 在对匈奴的战争当中取得了胜利 接着呢 朝廷采取了他的建议 派他初始西域 重新打通丝绸之路 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 名垂千世万古六方 班超投笔从容建立了千秋工业 正是在于他没有满足于安稳的超书的工作 他把自己的境界和志向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才使他做出了名垂青史的成就 由此可见 有明确的人生志向对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 王阳明认为 志不利如无垛之舟 无绳之马 飘荡奔易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没有明确的目标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也说 男人不展风云志 空腹天生八尺身躯 宋代的文学家苏世曾说 古之立大士者 不为有超士之才 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法国的古典作家 拉罗西福克曾经说 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 即使有壮力的举动 也称不上伟人 英国的作家 萨姆纳麦尔斯说 人若有志 万事可为 由此可见 古今中外的成大士者 都十分推崇志向 对人生的引导作用 人生短暂 如果你不想虚度光阴 让自己的人生富有意义 那就必须要立志 而且要早立志 立大志 在这里呢 我们来讲一位 古代伟大的地理学家 他的名字叫徐霞克 这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 明朝后期是中国历代科技 最辉煌的朝代 徐霞克就出生在这个时期 他自幼就喜欢阅读各种书籍 他立了一个志向 要游遍国家的大号山川 可是因为父亲去世了 母亲没人照顾 他感到很忧愁 母亲对他说 男儿志在四方 怎么可以为了我留在家中呢 徐霞克因此有了勇气和力量 就辞别母亲开始游历 他先是游历了太湖 洞庭湖 泰山 武夷山 武台山等名胜 并且记录了各地的 奇异风俗和游历当中的历险经历 在湖南查林 徐霞克听说 这里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麻叶洞 当地人都说洞里有神龙和妖精 如果你没有法术绝对进不去 徐霞克不信 他就来到了洞口 向导听说徐霞克根本不会法术 就吓跑了 但是徐霞克毫不动摇 他依然独自手持火把 走进洞里去探险 经过一番探索之后 他从洞里出来了 等待在洞口的当地的民众 纷纷向他鞠躬跪拜 认为他是神人 徐霞克白天考察 晚上就来记录当天的建文 在他人生三十多年当中 他走遍了大江南北 对曾经走过的地方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记载 徐霞克死后 留给人们一部文明世界的 徐霞克游记 很多人虽然都是心有所想 却很少有人为了愿望 而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 因为总是会有来自 各种各样的干扰 每个人都向往成功 但是心有所想的同时 要排除干扰 要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 不断地朝着自己的目标 前进 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想着 下一次的考试 我要进步二十分 这一个月我要减肥十公斤 毕业之后 我就要去买一间大房子 其实这都是励志的表现 不过呢 因为这些都是身边无数人 无法实现的目标 如果只是想想 但是并没有实际去做 那么距离成功就是越来越远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相信心中的 心有所想 清楚地告诉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从而为之努力奋斗 最终我们会发现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未必就是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 大胆地坚持心有所想 才会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不要在心想事成之前 就放弃了最初的想法 成功 不仅需要努力奋斗 更需要一份坚持不懈的动力的支持 最终将成为力之所及 拿破仑曾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就不是好士兵 所以人生的路上 力志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有目标才有奋斗 有好的目标才会有好的收获 在这里呢 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的人生 都有最好的收获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